蚊竹是百合科一种长绿草本 养护蚊竹它喜欢明亮的散射光 尽量避免把它放在阳光直射的环境 同时过于阴壁 也不利于种长生长 会造成黄叶和落叶的现象 蚊竹需要疏松肥沃 透水良好的酸性壤土 我们在室内养护 可以选择浮叶土 圆土和沙2比2比1的比例进行混合 也可以采用泥碳 圆土和沙或者珍珠盐 也按2比2比1的比例进行混合均匀 就可以进入栽质 蚊竹对肥料的需求量不是特别高 所以施肥应该以稀薄为主 不可以食用过浓 生长剂一般每10天左右 给它一次稀薄的肥水就可以 蚊竹对温度要求相对来说 浓耐冷凉环境 喜欢冷凉环境 那么5度以上蚊竹就可以 种长生长 湿度以上蚊竹可以比较 种长地进行生长了 蚊竹对于空气湿度 要求也比较高 过于干燥会造成蚊竹的叶片 枯黄和脱落 蚊竹的变成害相对来说 比较少 我们养护当中可以不用太过于关注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蚊竹实际上是一种铜本植物 三年以上的苗一定会爬铜 也就是说它抽身的这个条 可能会达到两米左右长 我们如果是空间不足 我们就要考虑进行工薪 用它的小苗进行摘品 否则的话 它的铜面的盘浮能力和伸展能力 都是比较强的 需要相对大的空间才能满足其要求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